说起谍战影片,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看 曲折的情节,明快的节奏,敌我之间的斗智斗勇,令人揪心的危机感,让观众欲罢不能 但想把谍战片拍的精彩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儿就跟大伙聊几部国产的谍战影片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如果哪位朋友有不同意见还行保留 首先我们从评分最低的开始聊 第一部《秘战》也叫《心勇不消失的电波》 由郭富城、张翰和赵丽领先主演 影片翻拍子由孙道林主演的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影片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由于我方在上海的低夜电台遭敌人破坏 由郭富城饰演的红四军电台政委林翔奉命来到上海重建电台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 他和纺织厂女工贺兰芳假扮夫妻开了一个裁缝铺 而这个贺兰芳刚巧也是法租界寻补梁洞的青梅竹马 故事其实并不复杂 主要表现的是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 演员阵容也算是比较强大了 除了上述的三位之外 老戏骨任达华 著名动作演员张兰芊也参与了演出 先说好的方面 影片有头有尾 基本上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演员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无论是郭富城饰演的政委 还是赵丽颖饰演的纺织女工 亦或是他们俩假扮的夫妻都毫无违和感 尤其是张翰饰演的法族界的寻谱梁洞 这是一个内心极其复杂的人物 张翰很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的特点 将一个由最初苟且透声 到最后大车大悟起来反抗的人物 演绎的淋漓尽致 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任达华的气氛虽然不多 但却把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务刻画的入目三分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兰芯的打戏依然非常的漂亮 两条大长腿飞来飞去 把人看得是眼花缭乱的 那么这样一部浮化到精致 美术之谨用心 画面多姿多彩的影片 为什么只得到了4.3分呢 说白了还是故事不行 流水仗一样的剧情 没有带给观众一丁点的新鲜感 以及逻辑上有太多的漏洞 或许是翻拍的缘故 整部影片充满了浓浓的说教意味 此类影片中最重要 也是观众最爱看的悬念基本上没有 取而代之的则是没什么新花样的动作戏 尤其是最后一场动作戏 简直是抗日神剧灵魂附体的 接下来要聊的是 著名电视剧导演赵宝刚老师 指导的影片初步隔击 这部影片的阵容也是不中小觑 孙红雷 贵伦美 方中信 蒋金琴 黄磊 蔡首芬 徐静磊 还有老戏骨 西美娟 随便拎出一位都能扛起一部戏 影片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由孙红雷饰演的超级卧底富经年 由于叛徒的出卖 身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在同敌人斗志斗勇的过程中 认识了由贵伦美饰演的女主迎代 两人随即展开了一段缠绵翡测的恋情 影片好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演员们的演技 不管是主演还是配角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尤其是贵伦美的哭泣 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扑苏苏的掉泪是真让人心疼的 但这部影片只获得了5.5分的成绩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影片的定位不准 观众们抱着看谍战片的想法走进了电影院 但看到的却是一部爱情片 作为一名卧底多年的超级特工 本应该和敌人斗智斗勇 在高危的环境中巧妙和敌人周旋 并且完成上级交易的任务 但影片却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 来描写男主人公傅经年和女主宁带 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 这是大多数观众都无法接受的 虽然男主人公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抉择令人钦佩 但这种桥段真的是太老掉牙了 从头至尾没有给观众任何的惊喜 而且影片的镜头语言也是有些问题的 很多画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一部电视剧 接下来要聊到这部影片 并不能说是纯粹的国产地产片 但由于有我国的演员和公司参与 我们还是有必要说一说的 这就是上映于2010年的中美合拍大片《迭海风云》 此片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 约翰·库萨克、周润发、巩利、大卫摩斯 杰弗里·狄恩·摩根、菊蒂·林子、杜边谦 本宁迪特王等等 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大话 影片的导演曾指导过1408幻影中间 可以说也不是无名之辈 但就是这么一个豪华的团队 拍出来的作品却不尽容任意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上海 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由杰弗里·狄恩·摩根饰演的美国特工 在一个雨夜被人给杀害了 为了查出好朋友的死因 由约翰·库萨克饰演的美国特工 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 他劫持了上海的黑帮老大蓝婷 和他那位地下抗日领袖的老婆安娜 同时也认识了日本情报局长官田中大佐 美国特工、黑帮老大、抗日英雄、日本情报机关 各路人马全都配齐了 本应该是一个情节紧张悬念叠声 斗智斗勇的叠战大喜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 这居然和恕不可及一样是一部爱情片 所有的人都认为 刚开始美国特工的被杀一定跟情报有关 但最后揭示真相的时候 田中大佐才告诉我们 他是因为争风吃醋才杀了美国特工的 跟战争情报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因为美国特工跟他的日本情妇好上了 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美国间谍 而另外一路感情线 则发生在约翰·库萨克和巩利还有周润发之间 由于由周润发饰演的黑帮老大亲日 因此由巩利饰演的他老婆安娜跟他是同床一梦 最后跟多次帮助自己的约翰·库萨克好上了 整部影片基本没有悬念 也没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 画面也是全程昏黄暗淡黑漆马虎的 浅显直白的故事也是少自没味的 与其说是一部谍战片 不如说是一部因出轨争风吃素的狗血爱情片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 由梁朝伟和周迅领先主演的谍战片《听风者》 与其他点点影视剧不同的是 故事发生在解放初期 敌方特工为了颠覆新政权 一直在寻找机会搞破坏 为了能够及时截获敌人电台放出的讯息 我方的监听局把双目失明但听力敏锐的男主人公招了进来 虽然影片中也穿插了你爱我 我却爱着他的爱情线 但整个故事总体还是围绕着监听和反特展开 大方向并没有跑偏 对爱情的描写也是内敛和隐忍的 在那样的一个特殊时期 这样的描写还是比较能令人信服的 不像处不可勤那样赤裸裸而且名目张胆 基本上成了孙宏雷和贵伦梅两人的舞蹈秀 但由于整个故事是我方处在主导地位 因此在危机感上还是有所欠缺的 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片 如果看过我国拍摄于七八十年代的 《405 谋杀案》和《黑三角》等影片就会发现 听风者更像是一部警匪片或者反特故事片 张一某导演的谍战片《悬崖之上》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了 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是包容不一啊 我在之前的解说中也详细地点评过这部影片 但也有很多朋友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个人认为一部优秀的影片 人物的构建应该是合理的 能令人信服的 咱也不知道编剧导演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让刘浩存去饰演一名深入敌后的特工 这位新晋某女郎的演技好不好先放一边 但从影片中人物的形象上来说 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经历过艰苦训练 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特工 演技就更不用说了 看看周迅在《风声和听风者》里的表演就力盘高下 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如果面摊也是一种表演风格的话 那么刘浩存显然是可以拿影后的 至于在情节上 悬崖之上也是有问题的 还是我之前说过的 也许是因为考虑到时长的问题 有很多牵涉到逻辑方面的细节都被剪掉 真的希望张艺谋导演能出一个导演剪辑版的悬崖之上 把那些大空中小眼睛都给堵上一正是平 因为从国师以往的作品上来看 目前这个版本显然不是他真正的水平 最后要聊到的这部影片《风声》 应该是目前国内谍战片中最优秀的一部了 无论是影片的情节 还是演员们的表演几乎都无可挑递 老戏骨王志文饰演的特务处处长王天香 给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 周迅和李冰冰的表演也近乎完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乖乖虎苏友鹏 他饰演的伟军总司令的侍从官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了 这么丰盛 吃得上路饭吗 你就朝今生火下手 肯定能问出点细巧 凭什么这么说 他有个侄子 十五岁就投了共军 听说在延安干参谋长了都 像老金这种骑枪牌肯定暗中有联系 我像开玩笑吗 就连演技饱受质疑的黄晓明 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也受到了好评 看来一部优秀的影片 真的能成就很多的东西 当然了 所有的影片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近乎完美还是有可能的 即便有些瑕疵也属于瞎不掩语 如果非在期待里挑骨头 那就有些矫情了 本人不想为了吐槽而吐槽 对这部影片我只有膜拜没有意见 请不吐槽